学艺经 最初感做不顺心 当的行业 大人少海太重燕 大人少海太重燕 各位善信大德 贤士同修 大家好 阿弥陀佛 欢迎收看《大家来学艺经》 大家来学艺经 非常感恩师父以及老祖师尊 开辟了这个平台 也就是希望大家来接法 大家来学习艺经 师父开始我们大家说 人来到世间上 每一样的事情 其实就都是生活 若是你离开生活上的时候 人世间就有了斗争 所以说人世间就会有不满 就会有一种对立 所以来学习艺经 艺就是日跟月 阴跟阳 是跟非 善跟恶 也有就是利跟害的关系 所以艺经就是我们生活 每一个人懂得生活 你就懂得艺经了 所以说学习艺经 其实就是学习我们的生活法 今天非常的高兴 我们来到这地方 就是我们台湾的最北端 也就是我们的维新圣教 玉京大学 我们的基隆道场 站在我旁边的 就是我们的住持 圆堂法师 圆堂法师 你好 阿弥陀佛 你好 各位全市同修 善信大德 大家好 阿弥陀佛 圆堂法师 真的要恭喜你 现在我们基隆道场的初级十九班 又要开课了 你太厉害了 开课是必然的 因为师父师尊 传的法 法轮常转 我们一定要继续 一定要把维新圣教 这么好的一个法 利益人间的妙法 一定要普传 我们一起来共传这个大法轮 是 所以意思就是说 你现在是我们基隆道场的初级十九班 要开课 意思就是说你有十八班 就是有十八次的初级班 已经结业了吗 一般大部分都是不结业 现在甚至还有两个班级 还有就是两个班级 还在继续上课之中 是 所以说来过我们的 基隆道场的三信大德 你一定会觉得我们基隆道场 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法师很亲切 然后跟我们的这些贤士同修 就像一家人 大家像兄弟姐妹一样 所以说在这里在学法 其实是非常轻松的 尤其刚刚我看到 你们在拍这个 我们的丁友莲 赫岁的时候 我好羡慕 你好像一个大家长 带着这么多的学员 有什么样的感触 他们这么样的融合 在这个地方 大家一条心 共转这个世界和平的大法轮 是 大家一起来学习益经庙法 是 尤其是我们所有的贤士同修 大家一心 共同的 希望能够把这个益经 风水 这庙法 一定要普利人天 是 所以今天我们来录这个丁友莲的 这个祝贺的这个贺词 大家一心 所以临时起义 就本来以前都是用说的这个口语 今年我们就把它改成用唱的 所以说你看吧 就像一家人 师父也是希望就是说 我们维新圣教 现在已经迈向了天下一家亲 所以说希望不止台湾一家亲 我们到世界各国都是一家亲 但是我想请问一下 现在你就是在几月几号 要来开我们初级第十九班了 是的 维新圣教基隆道场 我们因缘合合 我们在今年的十二月五号 每个星期一 晚上七点到十点 在基隆道场教室里面 开这个初级班 希望我们有缘的贤士同修 可以介绍很多的 这个三性大德回来接法 因为师父所传的庙法 不是我们一般的民间庙法 而且是天上所下来的 所以这个庙法是我们要 大家都有这个天职 天命 大家一起回来接这个庙法 因为这个庙法可以讲说在这个当今世界 非常难得能够找到这样的灵师 能够来传 有缘的三性大德同修 把握机会 是真的 庙法难闻 那这一次如果说我们在十二月五号 礼拜一的晚上七点到十点 我们要开课嘛 大家要来接法 我们的电话到底要怎么样来报名 或者来询问 我这个有一个专线 基隆道场的这个报名专线 电话是02-2428-3597 再说一次 02-2428-3597 对 都有人在接电话 是 好 雅琪再说一次 在我们十二月五号礼拜一 晚上的七点到十点 也是我们基隆道场 初级十九班要开课了 报名的电话 或者是你不清楚询问的电话 请你打02-2428-3597 02-2428-3597 哇 这个教室真的是看起来很温馨 我们现在基隆道场总共有一个教室 可是我们还有跟正期班在上课在共用 这个教室分配我想我每天都很热络了 是 是 是 微信信教基隆道场 我们的教室快不够用了 是 还好还有一个时空 剩下星期一的一个时空 是 其他的时间从星期二到星期五 这段时间都是满满的 是 那星期六呢 也有这个我们的这个私讯班来上课 是 是 啊 礼拜天啊 我现在还有一班就是在礼拜天上课 所以说几乎剩下只有这个空档 满满满啦 为了要保持这个 每一个时空都在运作 是 所以决定在12月5号 是 再来开这个初级十九班 是 希望我们三信大德一起来接法 对 大家看到我们的圆堂法师 他是非常的厚道 而且非常的沉稳 在上课这一方面是非常的有经验 跟随师傅也有二三十年以上了 另外呢 在法的这一方面 妙法 哇 它也真的是一把照的 不过我们知道说这个地方 交通的状况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吗 唯心身教基隆道场 这个地点很好 我先念一下地址 是 是在基隆市人武路12号12楼 这个就是一个人爱大厦的一个最顶楼的地方 这个地方也是基隆地区最中间的地方 是 中心地点 是 书来这里的话 一口气看到了这个地方 好 这里交通非常方便 我们所有的基隆市的公车都要经过这里 这里是一个转运在旁边的一个中心的地方 是 是 所以这里所有的公车都会到 那至于要搭火车吗 火车站离我们这里走路差不多五分钟的时间 还有这个国光客运 还有统联客运等等这些客运 都是在火车站旁边 离我们这里也差不多 也是只有五分钟的历程而已 是 是 所以说我们可以讲说是四通八达 是的 你要到东北角去也有车 所以说欢迎 是 所以上课交通很方便 是 而且停车位也很多 对对 太好了 停车位也很多 我们这周遭我们就有五处的 五个地方的停车的地点 所以说开车来也好 或是你搭公车来 做交通工具都非常方便 是 而且还离我们的高速公路交流到又很近 对对 一下交流到就到了 所以要在我们的12月5号礼拜一的晚上 7点到10点要开课 我们的易经风水学妙法 有我们的初级班元堂法师 他亲自来授课 报名的电话你要赶快拿笔记起来 如果有很多的亲戚朋友想要上课 要来询问 赶快来报名 电话就是02-2428-3597 02-2428-3597 元堂法师 我们知道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我们有易经普卦嘛 还有易经的风水学嘛 你是怎么样把他这个课程分开来上课 才不会搞在一起 基隆道场其实是这是我们维新圣教 这个交互处啊 一向我们这个教学的 食物教学的一个方程 是 这里有分为易经的部分 还有这个风水学的部分 是 那易经的这一部分啊 我们是从这个河图洛书的开始 然后呢 有介绍先天八卦 后天八卦的由来 接着我们就会教大家如何占卜 是 占卜以后就会教大家如何装卦 是 装卦以后就会教各位如何解卦 是 这个就是易经的这一部分 当然解卦就要很漫长的一段时间 没错 所以说师傅说一定要学习24年 是有他的道理 没错 所以说在我们的入门是很重要的 是 那风水学的这一部分啊 我们呢 风水学我们从最基本的开始 虽然有教到所谓的内六四外六四 其实内六四就是在讲我们 鬼谷子新华在台湾的这一本 洋载学 这洋载学里面 可以从我们的大门开始 周遭的环境 是 集到我们整个的家里布置 从灶位啦 神位啦 客厅啦 还有我们的床位啦 厕所啦 等等 还有整个的办公桌的白筏啦 还有金库的白筏啦 等等这里面这本书说明得非常清楚 是 所以说是我们的人间至宝 真的 所以说我们上课啊 真的有很多学员真的是带了家里的很多莫名其妙 譬如说夫妻之间的问题啦 小孩的问题啦 做生意 有得做不贪 怎么做都做不顺啦 小孩子不听话啦 小孩子考试考不好啦 那公民的问题啦 都是呢 在徘徊 在私自入口 其实很多问题 法师在上课的时候 如果说学员也会遇到这些问题 法师你敢不敢这样 张个挂 或者是到他的家里勘语一下 是的 像这一方面啊 其实是所有的我们维心地址的责任 今天师傅啊 广开这个教学的这一面 是希望把这些法把它广传 是 所以遇到的这个宜兰杂症啊 或是非常疑惑的地方 当然 在道场 在法师 所有的贤士同修 只要会 我们都一定会很 非常乐意 而且是非常快速的 能够把它用意 知天机 然后呢 解决这样的一个 他的疑惑 是 有很多新的学员说 我第一天 第二天来上课的时候 我就发觉 我学到了妙法 家里的这些洋宅 摆设不对的地方 马上就做改善了 真的是不简单 不过我们知道 每个道场 就是为国修道 为民其福 为世界和平 天下一家亲而努力 我们当然也知道 我们当然也知道就是说 在我们进入我们的义经大学来学习修行的时候 学修不是只有学习义经跟风水而已 因为师父告诉我们说 如果这样的话 只学武术而已 其实我们加了一个新法 诵经 为什么诵经呢 让这么多人可以得到光明 这里我从师父得到了一个华语 今天把他从我得到的这个 后来跟各位来这里报告一下 是 师父说 诵经有很大的一个功德 当时我们也不知道 诵经到底有什么功德 是 那后来师父告诉我们 诵经它就是在 是一个光明体 是 诵经句句都是莲花语 那诵经可以增进我们细胞的活路 而且活路我们的细胞 所以说很多的师姐诵经以后 他的化妆品就少掉了 就不用了 这个除此之外 还有诵经 他真实还可以跟我们消灾化解 因为化解希望透过诵经的一个功能 得到华语 是 因此也就消灾化解 是 没错 您刚刚说的这些诵经的功德 雅琪是过来人 你所说的我都有 包括为什么现在化妆品少得少一点 因为弄皱白 真的诵经的时候 你会发觉 你的这个体内细胞整个活化 连上来看不到暗沉 真的 除非就是说自己偷懒 晚上晚睡 要不然的话 真的整个人 内心的光明面越来越多 你埋怨的事情少了 所以说你的负面就少了 人就整个精神就很清爽了 那当然了 我们知道这么好的妙法 不但学习我们的义经占卜 还要学习到风水 还有诵经 可是很多初学者说 我听人说义经很坦白 我应该用什么心态来读 其实学习义经风水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 书师长讲 要趋吉避凶 这个就是离苦得乐 是 其实怎么来离苦得乐 只有学习义经 是 要知义才能够用意 你只要知道天机 是 也才知道自己的毛病 既然知道自己的 有所怎样的困惑 你用意以后 你自然就会知道天机 是 那学习义经到底是很难吗 其实不会啦 学习义经 它真正的就是我们 一直在我们的 围绕我们身边的生活法则 那义很简单 就看到一个日 一个月 上面是一个日 下面是一个月 你看到太阳 也看到月亮 是 结果加起来就义 也就是容易的义 是 所以说 他讲到就是大宇宙的法则里面 就是这么容易 就是也是我们时常在生活里面的 一个容易的一个义经 是 所以义经是包容万象 无所不包 大无其外 细无其内 它真实义 就是容易的意思 是 所以学义义经 不要给人以前这样豁了 你一定要拜什么诗 要怎么拜 拜到最后的话 也没有学到什么 那我们师傅就把以前那种文言文 现在翻为白话文 非常生活化 对 而且现在你看了就会懂 这个才是真实义经 是 所以说我们当今当世 有这么一个好的时空 希望所有先生 这个三性大德 我们把握这个时间 赶快来揭发 能够把这个 学义义经的这个时空 把它抓住 这样一生 绝对无憾 没错 亦经是大行 所以刚刚我们的元堂法师 他提到了 意境就是日跟月 你白天你懂得生活 生活得更丰富 很正面 晚上好好的睡觉就对了 这就是生活法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 基隆道场的初级十九班 在十二月五号 礼拜一的晚上要开课 你只要一个礼拜 就是播三个小时的时间 那你看看 两年下来 你知道你学了多少的智慧吗 所以你现在赶快来 在我们的基隆道场 初级十九班 赶快来报名 我们的义经大学来揭发 我们报名的电话 或者是你要想要咨询的电话 你都可以打 02-2428-3597 02-2428-3597 这是我们基隆的电话 基隆道场的电话 当然了 法师我想请问一下 有一些进来上课的 还没有学的人 或者是一定有很多人 就是说在外面 学了很多武术的命理 绕了一大圈又回来 说原来 义经这么样的殊胜 这么样的简单 那他们进来的时候 初学者跟这些 已经有学过的 其他的 这些命理的人 来 老师都怎么样 跟他们沟通 进入维新圣教中文 我们秉持的师尊师父 给我们的宗旨 养玄戏才 正名义得高尚旗志 天下太平的宗旨 所以来学习义经 我们师父里面 都有写到 不分王侯将相 犯夫走足 甚至犯罪之人 都可以来学习义经 那所以说 有到外面已经学过的 其实你也是要来这里接法 都是为维新弟子 那既是来这里接法 那就我们依照师尊 师父所传的妙法 一起来接法 所以我们没有所谓的分别 没有什么的分别心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是有教无类 是 所以学习义经 不只可以保护自己 不伤害他人 进一步我们还可以帮助他人 所以我们这个初级班 一学就是两年 这个入门是真的很重要 对 重要的地方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进入我们中门 十五十三讲 我们到我们中门来 入我们不平 出我们不复 所以说到我们中门来 第一个 你可以广节三年 第二个 你可以把很多的 事物事实上讲 把困难带回来 把快乐带回家 是 这个就是要我们什么 离苦得乐 是 所以到我们中门来 还有一个什么 我们可以有很多的 妙法 不但我们可以学习 是 可以增进自己 也可以帮助别人 甚至我们一生没有学过的东西 在这个地方都会学到 是 因此我们在整个学习的一个过程里面 像上次有师姐就这样 他说进门以后 就马上造一张像 经过三个月以后 他又造了一张像 为什么要这样造 到了一年以后 他又造了一张像 是 本来一世 他是在做这个 水泥工的一个师姐 是 但是这三年以后 这一年以后 他造了三只商像的话 法像都不一样 不一样呢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进入我们中门 得到的是法艺 所有你的过去生 或是现在都会放下 所以说我们这里 才是真正的一个 解宜 还有一个 让大家离苦得乐的一个地方 所以学习意境 我们绝对 一定不要把它错过了 是 所以我们其实有很多 因为雅琪也是初级班过来人 我们有很多的师姐 或者是跟我们的闲事 在一起的时候都会聊天 就说奇怪 进了我们中门 一直累积累积累积 久了以后就发觉说 我们也说不出来 心里充满了满足 心里充满了快乐 而且总觉得 人生其实就是光明面 就是刚刚您说的 从三个月 五个月 半年一年的照片 完全不一样 这就是已经显示 你的相由心生 学到了很多的妙法了 所以两年以来 这学员毕业了 你看一起一起都 深入了正期班 法师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跟期许 看到每一个都升到正期班 归入我们维新地址里面 我们看到非常的喜悦 为什么喜悦 每一个每一个人的精进 每一个每一个人的 能够从以前的这个不良的习惯 或是没有学到的 他都一直在精进 几乎到了正期班以后 家庭都安定下来 还有夫妻生活更是圆满 还有子女也一直乖巧下来 事业身体健康都非常的顺利 这个就是我们从 虽然是短短的几年之间 能够把我们这个人生 这样的这么大的一个转服改变 确实不简单 所以说师傅说 我们在这里是在大转法轮 其实这个是世间上的事 就是在这里这样的转 要怎么转 只有学艺知道风水 这样的话才能够 真实真意的转你自己的大法轮 所以我们想请我们的园堂法师 身为我们基隆道场的助持法师 也是这一次我们初期 19班开课的法师 希望您用最真诚的心来邀请大家 大家来学艺经 大家来学艺经 做人出事可安心 大家来学艺经 公司客户无期心 所以大家来学艺经 这是师傅开辟的这个平台 也希望借由我们法师 在各个道场开课 有法师正式邀请大家来学艺经 大家来接法 那我当然要来祝福我们的园堂法师 这次在我们的基隆初级19班 开班顺利哦 感恩 谢谢你 祝福你 希望是 这个整个道场满满的 是 同时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学艺经 每个学艺经 公司客户无期心 无期心 每个学艺经 修行 都隐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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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